这个男人被押进了地狱般的询问所 迎接他的将是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 但男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并且表现的胸有成就 两名审讯人员将男人靠在椅子上 准备对其实施酷刑 但诡异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男人在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之后 两名审讯人员很快便开始自想散杀了 而与此同时 坚实器的屏幕也变成了马赛克 男人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轻易被活罗的目的 就是为了近来完成一项恐怖的任务 在未来的某一天 由于各派系的争斗 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为了平息战乱 独裁的政府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军事质压 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 政府烧掉了所有他们认为的围禁书籍 并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抓进了监狱 女主的老爸是一位老教授 他不甘心屈服在政府的淫威之下 仍是冒着风险教授着一些明令禁止的知识 但女主跟他老爸完全不一样 已经被政府彻底给洗脑了 并且成为了国家保卫部拷问队的一名成员 由于父女俩的观点完全处在对立面 因此女主认为 他老爸需要让政府给教育教育 于是便大义面亲把他老爸给举报了 他天真的以为 他老爸只要真心悔过 认真接受教育 很快就会被放回来 但独裁政府黑暗的一面 他完全不了解 老教授没想到居然是他的女儿举报了自己 老爷子既心寒又痛苦 他完全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一个月之后的某个深夜 特种部队奉命前往一个废弃的酒店 捉拿反政府武装的首领 抓捕的过程相当的顺利 首领似乎早就料到政府军要来 他没有反抗 而是乖乖的束手就擒了 本来还在接受训练的女主 被上校点名叫到了高级考问中心 虽然女主曾举报过自己的老爸 但考问中心的女少校认为 有其父必有其女 对女主完全不信任 不过作为一把手的上校 却对女主充满了信心 考问中心阴气缭绕戒备森严 一看就是个毫无人性的地方 这里关押的都是反政府武装的极端分子 考问中心对这些人的审讯也非常的残酷 上校首先称赞了女主大义灭亲的坑街行为 然后告诉女主 让他来这的目的 就是要参与针对反政府武装首领的审讯 天黑之后 反政府武装的首领被押解到了考问中心 首领表情冷酷 眼睛里写满了故事 心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些训练有素的大狼狗 看到首领之后一个个拳动弃了 对于新来的犯人 考问中心都会先来一个下忙位 一直怀疑女主的女少校 让女主过去揍首领一顿 可当女主刚举起棍子 首领突然说出了他的辱名 这让女主大吃了一惊 因为这个名字只有他老爸一个人知道 晚上女主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在处决时 亲手把自己的老爸给毙了 转过天 女主和另外两名考问队员 对首领展开了第一轮的审讯 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首领在两名考问队员面前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这二位当场就掐了起来 其中一位很快又捅死了另一名队员 上校一看首领这么不好对付 于是便撸胳膊挽袖子亲自上阵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首领突然说出了一些 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女主把监狱里的张大爷 叫到审讯室做翻译 张大爷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因为他跟首领认识已经很多年了 但从来没有听首领说过 这种古老的语言 张大爷说首领一直在重回一句话 意思是这个任务会被完成 让他们感觉有罪 然后吞下这个罪孽 就在上校无计可食的时候 首领突然说出了 上校的老婆闺女的名字 并且把上校这些年 跟老婆闹矛盾的事也说出来了 这下可戳到了上校的痛楚 二话不说就给首领用上电刑 最后由于超负荷 整个审讯室突然断了电了 女主拿着手电筒 来到黑灯瞎火的审讯室 发现首领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 本来他想问问首领 是怎么知道他的辱名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 首领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出现 并且用他老爸的声音跟他说话 埋怨他为什么要把自己 送进这个地狱般的地方 当其他人冲进审讯室 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女主说首领根本就不是人类 但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鬼话 上校一看目前的形势 实在是太诡异了 于是不得不派人去请审讯高手大胡子 大胡子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家伙 无论什么样的犯人 只要落在他的手里 就没有不着用 但是从首领脸上露出的 诡异笑容来看 他似乎已经等待大胡子很久了 大胡子进宫之后也没客气 先是把首领给胖揍了一顿 但是他可不知道 这次对付的是什么物种 一直怀疑有问题的女主 再次找到了老江湖张德也 张德也倒是痛快 竹筒盗豆子把知道的全说了 原来在阿拉伯的传说里 有一个实施鬼 那个被关起来兽型的首领 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实施鬼 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人都可以召唤实施鬼 只要用自己的血画出一个符号 通过出卖自己的灵魂 就可以跟实施鬼达成交易 实施鬼会向人类展示他们的罪孽 然后用这种办法对付人类 而为了迷惑人类 实施鬼会变成最后一个 被他咬到的人的模样 这时候上校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对方说在首领的柱地 发现了首领的尸体 看上去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咬过 上校一听就懵圈了 就在这个时候 审讯室里出现了状况 紧接着大胡子走出了审讯室 然后挨个打开牢门 把里面的犯人全都放了出来 女主狐疑的走到审讯室的门口 伸脖子往里面一看 顿时吓得是花枝乱颤 大胡子的无头尸体倒挂在房顶上 地板上是一片浪迹 这证明张大爷所言不虚 实施鬼已经变成了大胡子的模样 紧接着实施鬼开始追杀女主 女主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上校等人听到女主的呼救急忙过来增援 但是并没有看到女主所说的实施鬼 这时候始终不信任 女主的女少校来劲 认为犯人肯定都是女主给放出来 现场马上分出了两派 在女少校的谣言惑众之下 一些队员站在了上校和女主的队里面 并且很快掌控了局势 女主被推进了处决室 和一帮犯人关在了一起 女主环顾四周 才发现这里居然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她从遗物中找到了老爸的随身物品 才意识到自己的老爸已经被杀害了 这下彻底认罪了她三官 她以为政府叫一叫一她老爸就把人放了 没想到居然这么的黑暗 从这一刻开始 女主站在了政府的队里面 女少校带人来到处决室的门口 准备把这些犯人全都给干掉 女主和其他犯人一起展开了自救 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名 被实施鬼咬死的囚犯的尸体 这个说明实施鬼就在这些犯人中间 于是这帮人开始相互猜疑了 很快实施鬼就露出了真面目 居然是老江湖张大爷 女主一看形势不对 带着另外一名无辜的犯人 顺着分化炉的烟囱逃了出去 不过在逃跑的过程中 女主还是被实施鬼咬了一口 现在出现了两个女主 一个是被咬伤的真女主 一个是实施鬼变的假女主 女少校抓住女主之后 就是一顿胖揍 另一个女主则带着无辜囚犯 躲进了上校的办公室 很快一名队员走进了上校的办公室 这个由实施鬼变的女主 当场就把队员给咬死了 就在女少校对女主施虐的时候 突然就被女主给反制了 女主质问女少校 为什么一直怀疑自己 女少校说 当时在抓捕首领的时候 首领提到了女主的名字 因此他认为 女主和首领是一伙的 这时候上校说出了 让女主来这里的原因 原来女主的老爸 被抓进来之后 为了揭露和惩罚 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的罪行 也为了让女主 看清这帮人的丑恶嘴脸 于是便用自己的血 把实施鬼给召唤了出来 为了救出那个无辜的囚犯 女主和上校来到了上校的办公室 刚好撞见了几名 正在互相拆解的队员 女主找出了 他老爸被审讯时的录音带 发现上校明知道 他老爸没问题 但还是把他老爸给处决了 目前在屋里的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人肯定是实施鬼 女主的老爸 之所以把实施鬼给召唤出来 就是为了给女主上一课 现在女主已经彻底认清了形势 因此他希望实施鬼 能干掉那些油罪的人 实施鬼没让女主失望 灯灭之后 实施鬼把这些人全都给咬死 女主和无辜囚犯 则趁这个机会跳窗户逃走了 上校一看跑不了了 于是紧抱了手雷 增援的部队很快赶到 这时候被炸的 遍体鳞伤的上校 从窗口爬了出来 上校说自己不是实施鬼 女主也知道上校不是实施鬼 但杀父之仇不登不报 更何况上校的双手 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 因此他毫不犹豫的 把上校给毙了 女主因枪杀上校 被关进了监狱 他对这个腐败的社会 失望透了 为了惩罚那些有罪的人 他效仿老爸的做法 用自己的血 把实施鬼再次召唤了出来 这部迷你剧 由潜伏和逃出去命中的团队 强力打造 情节跌宕起伏 显像还生 隐喻和暗讽处处可见 巨荒的小伙伴们 可以一睹为快